從水彈爭霸戰到飛簷走壁攀岩 野翠料理大對決 都等著學生來挑戰 這是全新增文關山露營活動 由救國團舉辦 宣布暑期夏令營開跑 所有活動四月開放報名 目前已室外活動最熱門 向中橫健行隊 單車環島都已經額滿 整體已經茂名六成 政策先很清楚 七月份以後也希望慢慢的 大家恢復常態的生活 那今年的重點是 向山向海學習 所以我們辦了很多的 山林的活動 海邊的活動 除了傳統的中橫 那我們今年北橫 南橫 都重新再恢復舉行 除了主推室外 還有室內活動 今年新辦元宇宙營隊 儘管疫情開始後 救國團從辦八百項活動 一路縮邊 去年項目將近減半 也只提供給四萬五千人 到今年只有三百項活動 供三萬六千人參加 讓帶團也感慨 我辦理的是單車環島 我已經環台灣六十四圈 我辦了十二年 那從前年開始的疫情開始 前年當然就停辦了 而在去年暑假的時候 環島就變成 我要戴口罩去腳踏車 那當然會有一些不舒服 那我們的參加的學員 也是有點不舒服 今年活動也不像過去畫面 能用整張臉認識新朋友 除了戴口罩 還要每天快篩 但適逢成立七十周年 救國團人期望 一步步重拾往日 繁榮時光 八道新聞也是張凱一策 報道 疫情之下 還是可以來參加救國團的夏令營 對很多人來說 這可是歡樂跟青春的來源 不過對於部分的人來說 它還充滿了粉紅泡泡 這是現任救國團活動規劃人員 王群元 他說他和老婆 就是在救國團帶團的時候認識的 一首平句唱出意境 救國團成員總一起熬夜吃苦 這首救國團必唱歌曲 其實也是戀愛催化劑 阿咪 有 在山上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我對妳比較不一樣 有啊 關照著我啊 右邊是五十七年次王群元 學生時期就在救國團魯啦啦團隊 三十幾歲轉為訓練新成員 左邊差八歲老婆 就是當時受她訓練大學生 自此兩人交往兩年 成功駕出喜帖 好了媽咪我愛妳 因為愛不能繼續打擾老婆上班 她現在是小學老師 人在救國團當活動規劃員王群元說 其實當時本來不敢談戀愛 我們的大哥跟我們講說 要做好感情的煞車 結果等到我們穿上制服之後 我們發現說很多同期不錯的女孩子 都被學長姐追走了 所以我們拆好感情的煞車 結果車子被學長姐開走了 於是她開始跟著開車 和老婆情定物色先鋒營 畫面中圈起來就是她倆 不過其他人也可能是主角 因為她還看過很多人有類似狀況 談戀愛 她的一些對學員的照顧 還有對一些工作的一個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讓我覺得說這個女孩子還蠻不錯的 以救國團創團至今 參加贏隊超過三千萬人來算 保守估計約每一百人救出一對情侶 因此三十萬個家庭是救國團促成 仔細觀察原來台灣還有這等特殊風景 只剩我 我只忘了啦 把亂選時張開創報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